儿子把老母亲当猪饲养 每天还要上乘称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眼前这个老太太 正不停地往嘴里塞着肉 嘴里的肉还没吃完 儿子儿媳不停往她的小碗里夹肉 其实老太太吃的胃都快要称破 却不敢放下筷子 饭后儿子把母亲放在秤上 当看到她的体重达标后 儿子终于露出满意的微笑 男人名叫猪老二 平日里靠卖猪肉为生 但他有个奇怪的嗜好 那就是喜欢胖子 他觉得这就跟养猪一样 越肥的猪才能卖出越多钱 人也一样 平日里看到丰满的女顾客 他都忍不住吃点豆腐 这也惹得媳妇很是不满 就连亲生儿子小胖 小小年纪已经被养到两百斤 明天是四月初八 也是儿子小胖的生日 但是老猪忙忘记了 儿子骑着自行车 来到父亲的摊位前 吵着要父亲给他买生日礼物 可老猪听到明天就是四月初八 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夫妻俩对视一眼 默契地放下手中的活 赶紧收拾摊子回到家 究竟是件怎样的大事 让他们连钱都不赚 甚至儿子的生日都不管 夫妻俩刚到家 就看到老太太正提着干水桶 准备去喂猪 小两口见状心疼不已 赶紧接过老人手中水桶 让他进屋好好歇着 这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老太太虽然觉得奇怪 但想到儿子越来越孝顺 心里也一阵暖洋洋 中午夫妻俩开始准备午饭 很快就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 看来四月初八是个大日子 老太太看着桌上琳琅满目 全是自己爱吃的 不禁笑得合不拢嘴 直夸小儿子真孝顺 但奇怪的是 儿子儿媳都不动快 只是一个敬给老人家菜 嘴馋的孙子忍不住想要尝一口 刚伸出筷子 立马被一脸严肃的父亲制止 没过多久老太太似乎吃饱了 放下碗筷准备休息 可儿子却不准母亲下桌 必须把碗里的菜都吃完 母亲虽然有些疑惑 但想到这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他只能不停地往嘴里散 可无论怎么吃 碗里的肉都不见少 因为他吃菜的速度 永远比不上 儿子儿媳加菜的速度快 伴随着耳旁的催促声 老太太只能拼命咀嚼口中的肉 这胡吃海塞的样子 语愿中的猪如出一辙 这顿大餐吃的那叫一个痛苦 好不容易把盘子里的肉吃干净了 老太太的肚子已经鼓成球 本以为折磨总算结束了 可儿子接下来的做法令人发指 这对夫妻把母亲当猪羊 顿顿大鱼大肉伺候 一年都见不到青菜 称得老太太忍不住吐了出来 这可把儿媳心疼得不行 赶紧捂住老人的嘴 逼着她把吐出来的饭 又全部咽了回去 夫妻俩之所以这样 全都是为了每年四月初八的大日子 眼瞅着明天就到了最重要的时候 终于能验收这一年的成果了 小两口小心翼翼扶着母亲上乘 却发现离规定的目标 差了整整三斤 明明每天跟喂猪似的 怎么老太太就不长肉呢 儿子儿媳一下急了眼 要是达不到今年的目标 他们可没办法交代 于是才有了画面一开始的一幕 老太太都快被撑死了 但不敢放下手中的筷子 面对儿子儿媳的催促 不停往嘴里塞肉 好不容易吃完了一桌子菜 她终于等停下来休息一会了 老太太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靠在椅子上不敢动他 生怕自己一动 就不小心吐出来 谁知这时 儿媳妇又从厨房端出来一大碗汤 劝她再喝一点 反正水不沾肚子 可老太太是真的一点都喝不下去了 她摇摇头想拒绝 儿子却说这都是媳妇的一片孝心 再看看儿媳殷切的目光 没办法老太太只能硬着头皮接过大碗 满满一大碗黄瓜汤下肚 老人实在忍不住了 差点就要吐出来 好在儿媳眼急手快 一把捂着她的嘴巴 逼着她又把汤咽了回去 确认喝得一滴不剩 儿媳这才露出笑容 上边的嘴是堵住了 可是老太太感觉膀胱都要炸了 她顾不上打招呼 捂着肚子冲出屋 正巧撞见刚从厕所出来的儿子 儿子见状拦下了母亲 不准她去上厕所 毕竟好不容易吃下去的 这又拉出来了 岂不是白胃了 于是谎称厕所坏了 母亲憋得实在难受 可儿子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 她让儿子小胖拿来秤 将母亲拽到了秤猪肉的秤上 只见她小心翼翼盯着秤上的数字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明明吃了这么多 重量却还是差一点 儿子若有所思看着母亲 晚上她又端来一大碗猪肉面条 督促着母亲吃下去 直到面条和汤吃得一干二净 儿子这才满意地离开 老太太称得难受 实在睡不着 就抱着孙子哄她睡觉 孙子说明天就是四月初八 是她的生日 老人哄着怀里的孙子 说会给她准备礼物 可是孙子突然说到 奶奶好像也是去年这个时候过来的 听到这话老太太若有所思 她仿佛明白了一切 另一边儿媳正在打电话 提醒电话那头的人 明天就是四月初八 别忘了来接人 第二天一早 忍了一夜的老太太 实在憋不住 趁着儿子儿媳还没起床 急匆匆就往厕所跑 没想到儿子为了防止母亲上厕所 竟偷偷将厕所门锁死 儿子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搬来乘 为母亲称重 可是体重还是不理想 正发愁之际 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赶紧小声交代着妻子 让她带着母亲进屋 这时两位客人也如约而至 原来是老太太的大儿子和大儿媳 他们这次来 是专程为了赴约 过来检查母亲的体重 屋里儿媳拿出厚重的外套 为母亲换上 嘴上说着天凉小心不要着凉 母亲却很纳闷 三复天怎么还要穿棉袄 换完衣服 儿媳扶着老母亲走出屋子 大儿子看到母亲第一眼 顿时心疼不已 这话小儿子可不爱听 他把菜刀立在菜板上 两个儿子像台猪一样 把老母亲台上秤 四双眼睛目不转睛 都盯着秤上的数字 小儿子看清重量后 高兴得合不拢嘴 大儿子却一脸懊恼 眉头紧皱一拍大腿 还站着干什么 你赶快下来吧 原来两兄弟定下过一份协议 老母亲由兄弟俩轮流赡养 每家各赡养一年 但一年之后 如果母亲在谁家被养瘦了 就得再多养一年 直到养胖为止 而今天正是一年期满的日子 如果老太太没有90公斤 小儿子一家就要再养一年 反之则由大儿子接回家住 所以才有了昨天 夫妻俩逼着老母亲一天吃五顿 不准他上厕所 大夏天给他换后棉袄 火辣的太阳晒得老人一阵头晕目眩 他摇摇晃晃一个亮枪 衣服里竟掉出两块猪肉 原来是看体重不够 偷偷拿猪肉烂鱼充树 小儿子没想到计谋路线 这下彻底傻眼了 大儿子顺利转怒为喜 得意地掏出两人的协议 按照约定 今年母亲还是归小儿子养 气急败坏的两兄弟扭打在一起 母亲则呆呆地看着这场闹剧 两个儿子为了不赡养母亲大打出手 根本没有人在意老人的想法 老太太默默走到一旁 准备捡起地上那份协议 此时的她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年轻的时候辛苦养大两个儿子 老老却像个皮球一样 被两个儿子踢来踢去 这时孙子捡起地上的两块肉 递给了奶奶 奶奶你的肉 老太太掉得看似是两块猪肉 其实暗示着两个儿子 他们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 都说养儿防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又有多少子女嫌弃父母 把老去的父母当作负担 这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